据台湾媒体报道 吴宗宪在某总演节目上爆出一个网络圈秘新 他暗示娱乐圈有个男明星同时劈腿四名女星 此话一出立刻嫌弃网友疯狂猜测 据吴宗宪透露 这位一线男星向女友说感情不能公开 因为双方都是一人 公开等于分开 没想到有一天男星被拍到和另一名女生 之后新闻出来了 这个就公开了 那边不就分开了 而且分开了一个两个 他是第三个 此外吴宗宪更进一步的透露 该男星在偶像电影电视剧担任主角 遭劈腿的女友则是自己的好友好妹妹 此爆料一出 台湾娱乐圈所有大咖一线男星 全都中枪被列入名单 这让吃瓜群众纷纷猜测 这个男偶像到底是谁 罗志祥 阮金天 等一线男星通通遭到网友的怀疑